大家好,欢迎收听富贵说历史,锦衣卫是一群作风彪悍的人。 他们出现的地方就会掀起一片腥风血雨,这并非夸张之余。 洪武四大案之中的两个,胡卫庸浪和蓝玉案,就是由锦衣卫直接策划并办理的。 两个案件前后株连案挤了四末多人,那可是四末多条活生生的生命呀。 锦衣卫的权力极大,从理论上说,他们除了皇帝本人不敢惹外,有权捉拿任何人。 不管你是皇亲国妻,皇宫贵族,还是统兵大将。 所以,赞狠的角色,见了他们都只有躲得远远的份。 在电影《绣春刀2》里有质量一幕,锦衣卫三兄弟奉命追杀为忠贤党与徐显存时, 竟然将两个职业的五成兵马斯孝卫克的抱头数窜。 锦衣卫平日里,五成兵马斯孝卫也是横柱走的猪儿。 他们见了锦衣卫都怕得要命,黄论其他人。 除了朱元璋曾经短暂取消过锦衣卫,明朝近三百年都有锦衣卫活跃的身影。 可以说,锦衣卫真正做到了与明朝同呼吸共命运。 那么,1644年,当明朝灭亡时,曾经威风凛凛的锦衣卫去了哪里? 指挥使洛阳兴投降了清廷锦衣卫的首领教指挥使,属于郑三品,在朝廷中锦帝乌郑二品的六部尚书。 最后一任锦衣卫指挥使叫洛阳兴,洛阳兴官至郑二品的左都督,九余六部尚书平起平坐了。 洛阳兴洛兴在崇禅朝做出的最大供,县是旦河出京都市的内阁首府周延如谎报大捷,将这位三朝元老颁倒。 1644年3月,李自成大军攻建北京,洛阳兴被农民军抓获,被追出赃银三末两。 后来,洛阳兴与领清军赶走李自成,进入北京,洛阳兴向清廷投降。 洛阳兴随,即任命洛阳兴为天津总督。 在天津总督任上,洛阳兴为天津老百姓办了一件大事事。 他向清廷请求设免明朝末年家派的各种税负前粮,直指收任额集火号。 洛阳兴回复,助言行进阁,如为进家号,即以犯赃论。 后来,洛阳兴因擅自迎接南云洪光帝使臣左冒帝,遭到革职处理。 不过,清廷表示安抚之意,给他加了太子太父,左都落的须职。 指挥同志李若兴自杀去国锦衣卫的副职首领教指挥同志,一般设置两人,属无从三品。 李若兴是崇祯元年1628年的武进士,进入锦衣卫后任职指挥同志。 李若兴是锦衣卫里的一个艺术。 为啥呢? 长安市民未产未如虎,建功之功秉证,送生载道。 李若兴曾经奉旨承办元重换案,审讯一名被怀疑是元重换奸细的木工。 李若兴觉得大有蹊跷,因为以元重换的权势,就算有二行,也不用找一个木匠做奸细啊。 故事反复审讯,木匠才说出实情不赢苦行,就如此说,忽然不回,当时加死。 我是山西人,在京座木匠,何曾到辽东? 李若兴查识木匠的冤,请,据实上报。 可崇真帝不信,命尽一,为刘乔赞审讯回来,汇报木匠的却是元重换奸细。 崇真帝信以为真,将元重换灵时处死。 李若兴因尸出将二级,但他不以为然,孝柱说,无不以人命搏一观也。 1644年,李自成大军猛攻北京,李若兴坚守崇文门,最终自杀殉国,死前留下绝命词,私矣,即,为今日事。 悲哉,何必后人知? 锦衣卫机构,被清廷收编除了陆阳姓和李若兴,其与锦衣卫人,原则模样了。 有的跟陆阳姓一样投降清廷,如堂上指挥王彭冲,乔可用,都投降了清廷, 并得清廷任职,有的被李自成军追赃打死。 如西斯坊提督孙光,西斯坊堂上指挥六英席,马国坚,齐昌国,北镇府司理行指挥梁欣红,东厂战役指挥是赵四周的。 在李自成军追赃行动中,被拷打致死,有的逃走,如北镇府司长行指挥吴邦府,在北京城破后逃往南京。 有的拱卫南明小朝廷,如广东都指挥使马吉祥,他先后拥立隆武帝,兄立帝,成为锦衣卫指挥使。 1657年,转职为大学士,后来更是晋升为内阁首府。 瓦吉祥由此创造了一项记录,他是大明三百年,唯一以锦衣卫身份成为内阁首府的大臣。 清廷入关后,收编了锦衣卫,锦衣卫的官名等一律延绕,只是取消了真机,监狱的职能,变成了皇帝的仪仗队。 一年后,清廷将,锦衣卫改名为卵一位,从此,在明朝存在了近三百年的锦衣卫宏历史长河里永远消失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